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的天气是偏凉的 这高温是落在23到25度 而其他地方可以来到27到30度 这南北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各地的低温都大约在20度左右 接着来看到降雨 这北部还有东部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 像中南部地方的话 因为华南的云与气的影响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不过降雨的几率比较高的时段 还有地区是在中午之后的山区附近 中部地区则是多云 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要特别注意咯 而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二 因为是东北季风 所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这个桃园以北 还有东半部的地方 会有一些云系会带路 随着这个雨气水气的一路 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 所以外出的时候 要注意突然发生的大雨 另外在南部也是会有零星降雨的 尤其是要注意的是 午后雷阵雨的发展 而下个星期三 开始这东北季风减弱 转为偏东风的天气形态 这温度是一路往上走的 北部地区高温会来到27度 而大台北还有东半部 以及恒川半岛 也要注意局部的降雨了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稻晴 这就要带你来看到 是下周四开始 各地多云稻晴 而这个北台湾的气温 还会再度回升 高温可以来到30到31度 只剩下东半部 还有基隆的北海岸 要注意降雨了 那么今天是星期天 如果你有安排要户外活动的话 往北的话还是要注意 像是往北该有东部的景点 恐怕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中南部的地方 要注意的是午后的雷阵雨了 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的是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20度到28度 这北台湾也还是要注意降雨 中部地区22到30度 多云时勤 往南部走24到30度 这温度还是蛮热的哦 那么伊花东是19到27度 雨具要带着 外道地区21到27度 以上的天气资讯也提供给您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